寒冬已至冷雾弥漫 本应是非洲野狗繁殖的季节 可帕柔的藏成为可攻可守的铁血战士 他们嗅到了鲜肉的味道并发现了狮子 他们的仇敌回来 吓走了年轻的野狗 唯独帕柔坚守阵地丝毫不让 杀夫之仇不共戴天 面对强大的狮子 帕柔是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还是生死灯灭与丈夫皇权相见 大窝孩子 黄昏到来 又到了府带着幼崽们玩耍之时 帕柔仅靠一己之力就捕到了猎物 没有太多的等待 帕柔需要回去召唤孩子们来享用晚餐 野狗和猎狗不同 他们的进食顺序是年幼的先吃 帕柔夫妻则在一旁警戒 等待着属于他们的餐羹圣饭 下来带着幼崽出发前行 幼崽们第一次走出巢穴欢乐无比 可没有一会儿就筋疲力尽 此地绝非休息所 这个野狗都各自为战 带着血迹的脸出现在帕柔面前时 他知道孩子们捕猎成功了 睡觉年长的野狗轮里有警戒 时间就这么过去 年轻野狗都已经成年 幼崽们也变得狗 围了过来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妹妹 怎么就突然不能动了 钢铁拘兽的行为超出了野狗们的认知 帕柔带领孩子们回到保护区站来内 他的五个女儿已经长大成年 受其他野狗群的邀请 如果他们也想成为母亲 必须要离别而去 在这丝毫不让 这是狮子们辛苦得来的猎物 帕柔却在以命相搏 与熊狮的对峙 关乎勇气和毅力 点赞加关注 天天都舒服